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一卷的《教诲》在《论一千零一个目标》这篇演讲当中达到了顶点 那这个标题听起来就让人血脉奔章 满怀盼望 这当然也是关键的一章 它是从狮子精神的愤怒 向孩子的创造性游戏转变的奠基性的章节 那常拉图斯特在这一章就回到了之前论新偶像的演讲当中 有关古老的民族的道路和现代的国家的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主题上来 那常拉图斯特它以一千这个数字概括了人类迄今为止存在的所有的民族 然后他宣布 即将到来的第一千零一个民族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的整体 它将替代之前任意多样的民族 从一千个民族跨越经一千零一个民族 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也是一个伟大的冒险 那么演讲他一开始就交代 常拉图斯特拉他和奥德修斯一样 见到过许多的国家 许多的民族 那我们知道古希腊的英雄奥德修斯 他在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取得胜利之后 又展开了十年的回乡之旅 在一路坎坷的同时 也经历了各种奇闻异事 丰富人情 那与奥德修斯不同 常拉图斯特拉没有寻求返回故乡之徒 他并不向往平静的家乡生活 或者对他来说 家乡生活所代表的那种情感的寄托 已经因为现代国家的兴起而不存在了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这句话也可以用在这里 那么哪种人最牵挂故乡呢 也许就是作为某个民族的一员 而存在于大地上的人 在旅途当中 常拉图斯特拉发现了许多民族的善与恶 而且他发现在大地上 没有比善与恶更强大的力量 那么他为这个现象提供了一个 很切众要害的解释 他说一个民族若没有能力先行评价价值 就不可能生存 一个民族要自我保存 就不能依望其他民族的评价的价值 也就是说为了生存 一个民族 他必须具有创造自我价值的能力 这样一来 每个民族就都有了自己的善恶的价值体系 那这个民族以为好的东西 在另外一个民族看来 可能却是嘲讽和耻辱 那这个民族以为恶的东西 却被其他民族视为是高贵的殊荣 所以民族之间往往不能相互理解 而是把对方视为愚蠢的和恶意的 对于这种状况 长拉图斯特拉并不是持批判的态度 反而认为其中包含了重要的生命的创造力 表面看来 这种民族价值的多样性和对立性 反映了古代的智者派 或者现代的自由派 所提倡的文化相对主义 但是文化相对主义本身 它已经印含着 在上帝死了以后的人类的那种价值混乱 暴富卑微虚无主义的近况 而这里的民族性所呈现出来的 却是大写的善恶标词 是一个民族胜利的宣誓 并且在善恶标词的背后 是某种权力意志的声音 正是这种更根本的意志 要求建立第一千零一个目标 它将包括和统领其他的一切目标 那我们今天一说到理睬 就把权力意志当做了 它的思想的重要的范畴 可是我们要知道 权力意志这个词组 在《查纳图斯特纳如是说》 这本如此重要的著作里面 只出现了三次 第一点当中 仅在这里出现一次 后来在第二卷的十二章和二十章 又出现了两次 而且离产对这个词都是粗言谨慎 在这里出现的原因 是查纳图斯特已经确认 大地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善与恶 而善与恶这两种最强大力量的根基 则是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 它比最伟大的力量更为根本 那么至于为什么 它并没有展开解释 而是转而介绍 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 各个民族如何为自身制定了价值的标牌 直到演讲结尾 当它拒绝以各种价值标牌为典范 拒绝详细阳述各种价值的创造者 并写到拒绝为已被创造的各种价值 树立一个新的标牌时 那显然它已经表明 权力意志将再次开始立法 以创造一个全新的民族 那就是人类 那这就是一千零一个目标 而这只是权力意志的开端 权力意志是最深层的事物 以后查拿图斯特 他会再次的说起权力意志 但在那时 他已经不再像一般的听众发言 也不会重复这里的说辞 他要向那些已经操练过权力意志的 最富精神形势的人演讲 并且声称一切生活都应该被理解为权力意志 我们回到这篇演讲 查拿图斯特拉 他把各民族根据权力意志 而创造的价值分为三个等级 一般困难的是属于值得理赞的等级 绝对必要而又艰难的是称为善的等级 而从极度困境当中解放出来的 罕见的又最艰难的 则是神圣的等级 那么这样的三个等级的划分 它是从被动的克服障碍的层面所做的区分 而从积极主动的征服层面来说 凡是能够使一个民族统治胜利和荣耀的 凡是令其他民族惊惧和嫉妒的 它就被视为崇高第一 恒量的标词万物的意义 接下来 查拿图斯特拉 他就举了四个伟大民族的例子 他们都创造了独特的善恶价值 都让其全力意志得到灵力尽致的实现 他们都是成功荣耀的民族 都令其他民族恐惧和嫉妒 他非常精炼地概括了每个民族的胜利法则 以让我们知道 这个民族是如何爬上价值的阶梯 以达到它的伟大的希望 那在这个榜单上 只有希腊人被明确地说出了名字 并且基于名单的榜首 查拿图斯特拉 自己的民族也只能屈居第二 那么界定了希腊人的身份 并且驱使他们走向伟大激情的 那个价值标词或者胜利法则 也出现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 破牛斯给古希腊的第一英雄 阿卡牛斯的建议里 这个标词是说 你应当总是真当第一 出内拔萃 你那嫉妒的灵魂除了朋友 不应该再去爱其他人 正是这种积极的妒忌和不安 这种自由而追求卓越的精神 让希腊人成为了第一荣耀的民族 接下来的第二个民族 查拿图斯特拉说 那是产生了他自己的民族的民族 其实就是指波斯人或者索罗亚斯德族人 这个民族的奠基者正是查拿图斯特拉本人 那么他给这个民族所立下的胜利法则是 异于重敌 精于射击 那么这个法则就强调 我们要精于射击 战斗勇猛 也要重视说出真理的能力 要总能够通过语言去抓住事物的要害 那查拿图斯特拉认为 自己为这个民族所担负的是可爱而又沉重的责任 第三个民族的价值标牌是尊敬父母 顺从他们的意志直到灵魂的深处 这个也没有直接点名的民族 其实是希伯兰人 查拿图斯特拉并没有从上帝的选民的角度 去描述这个民族的伟大 那么按照旧约的叙事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并为他们立下了实践 从而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 那查拿图斯特拉也会尊重这样的叙事 但是他格外强调的是 希伯兰民族虽然颠沛流离 四处漂泊 却总能创造奇迹 生存顽强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将父辈植入自己的灵魂 而富有邻居力 从而将强盛而恒久 第四个民族的标牌是 践行忠诚 并因忠诚之民 在凶险和危难的事情上 抛洒名誉和鲜血 那这个民族呢 据很多人推测的 可能是德国人或者普鲁士人 但是呢 由于查拿图斯特拉在此所列的四个民族呢 似乎都应当是前基督教时代的民族 因此呢 这第四个民族更可能是罗马人 他的奠基者呢 是埃尼阿斯 他忠诚于祖先和神圣的家乡 这个民族的忠诚呢 被誉为是 人与神都不可企及 罗马人的忠诚呢 让他们征服了自我 艰难地孕育了伟大的希望 即建立了一个帝国 那么从这些创造了伟大典范的 民族榜样当中 查拿图斯特拉得出了一些 一般性的结论 首先呢 他认为 善与恶的价值呢 是人为自己创造的 而不是被发现的 也不是从天而降的 人创造价值的目的呢 是为了自我保存 也就是说 自我保存的前提呢 就是具备给万物赋予价值的能力 当我们为万物赋予价值 我们就对万物的高下 做出了评价 而这个评价者本身 显然就居于最高的地位 因为呢 价值终归是要为评价者服务的 所以人 如果要给他一个定义 就是指能够评价价值的存在者 查拿图斯特拉了 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叫评价即创造 评价本身就是一切被评价的事物的珍宝和注意 也就是说 评价乃是价值的价值 是一种原价值 是一种创造价值的价值 首先要通过评价 事物才有价值 没有价值呢 存在的果核就是空虚 所以听着啊 你们这些创造者 价值的变化 也就是创造者的变化 谁要当创造者 谁就总在毁灭 那么查拿图斯特拉的这样的说法呢 就表明了 评价决定了万事万物的有用性的程度 进而呢 也就决定了 它们是应该存在 还是应该被毁灭 当一个事物被评价为无价值的 自然也就被毁灭了 而当一个事物呢 被评价为有价值的 自然也就被创造了 那么其次 查拿图斯特拉专门指出 最先的创造者呢 是民族 其后才是个人 现代人呢 他非常强调 个体性的价值 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呢 个人不过是最新进的创造物 当民族创造时 被某种伟大的灵魂的爱所欺视 也只有在族群当中 才能发现这种爱的丰富和快乐 而不是在单纯的 个体的我当中 人类对族群群体的兴趣呢 比对我的兴趣要更为古老 如果说良心的名字就叫群体 因为能够存在的群体 本身就是体现了它的价值 那么坏的良心呢 就叫做我或者个体 查拿图斯特拉说 这个狡黠善变不仁不义的我 试图从多数人的利益当中 崛起自己的私利 群体呢 因此就走向了分崩离席的堕落 这种自私病态的我 是推废之王 现代国家的一个立国的神话 就是社会契约论 它假定功利的 精明算计的个体或者我 为了实现相互利益 而定立了原初的契约 从而建立了共同体 那查拿图斯特拉坚决反对这种契约论的论证 他认为我的崛起是族群的死亡 是民族的祖先道路消亡的标志 以现代国家的心系伴随的是 诸民族的末路 总之呢 具有爱的能力的人呢 也就是那些伟大的创造者 他们创造了善恶 构成了民族的意志 民族的精神 正是主人对仆人的爱 使得群体高于一切 而现代国家 并不是 头顶悬挂者 祖传的 信和爱的民族 而是一个个个人 所驱动下的 怪兽立威坦 要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起呢 不能根据 一千个民族的 祖传的信条 因为国家发端于 坏良心 所带来的 个人的兴起 查拿图斯特拉提出 爱人类者的使命呢 是要套住国家这只怪兽 以第一千零一个目标 来取代 已经推废的一千个目标 第一次将人类 融练为一个整体的民族 一千个民族呢 是地方性的 虽然有独特的个性 但已经被现代国家的 比赎的力量征服 现代国家呢 仅仅追求刀剑和贪欲 也就只能带来 那些普世的默人 或者最后的人 而最有权力的人呢 将令人类融为一个整体 但这就要求具备一种 根本的 史无前例的知识 这个关于最高野心的 命令的演讲 让之前的演讲呢 也显示出 他们的局限性 因为那些演讲呢 只具有阶段性的吸引力 目的呢 在于吸引门徒 但是 人类的新的善 决定了新的道德 而所谓的道德呢 就是有益于超人之善 出现的东西 那这呢 也是以后的六篇演讲 需要界定的主题 作曲 李宗盛